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我是向萌 微博有个问卷调查 你会选择和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吗 结果显示 只有50%的人选择不会 另外近27%和23%的人选择了会或者不是到 这就意味着 很多人最终可能都会与不爱的人结合 因此有人提问 跟不爱的人结婚是种怎样的体验 没想到 问题一出就引发4000多万人围观 评论区更是众说纷纭 男男女女 答案各不相同 有人感慨 感觉这辈子已经完了 有人说到 平淡如水 相敬如宾 还又回答出人意料 很舒服 比和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爽多了 好与坏 悲于喜 不同的人有着别样的感触 在这上千条评论中 有几个尤为乍心的故事 值得我们一起分享探讨 我们不像夫妻 更像是合作的室友 破仪家庭任务 我与老公相亲认识半个月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就结婚了 我们都不太爱说话 平日里很少交流 多数时间依靠微信沟通 刚结婚时 我们经常各吃各的饭 各买各的东西 就连睡在同一张床上都觉得尴尬 我对老公的事毫不关心 哪怕是得知他出轨的事实 也不屑一顾 老公也不干涉我的自由 纵使我和闺蜜玩夜不归宿 也不闻不问 我们的婚姻 仿佛真的只是一项任务 除了在家长面前扮演好情侣 再无其他感情 更无温暖可言 分享B 一只懒猫 如果可以重来 我绝对不会将就 不知道现在这样 还能维持多久 生活没有激情 也没有盼通 因为种种缘故 心爱的女孩 嫁作他人为妻 我只能把爱意深藏于心底 有时偷偷翻看以前的照片 我会情不自禁 鼻子一酸 黯然落泪 到了失婚年龄 为结婚而结婚的我 与一个不爱的人 组建了家庭 尽管妻子善良贤惠 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仍然没有半点心动 连亲热都觉得恶心 睡觉经常背对着背 我知道妻子的好和爱 但我忘不了自己深爱的人 只能一边在愧疚中煎熬 一边在思念中懊悔 《萤火之森》里有这样一句话 其实美丽的故事 都是没有结局的 只因为它没有结局 所以才会美丽 人心是贪婪的 尤其在爱情面前 得不到的才格外珍贵 握在手的都不值一提 而现实是 有些故事只是故事 结局不圆满 早已注定 倘若念念不忘 必将给日后的生活蒙上尘埃 世上没有一种幸福 是不需要投入的 婚姻可以不爱 但不能无心 否则 本该温暖的家 便是不想踏进的坎 本该相伴的人 便成了不愿对视的孽缘 分享者C 匿名网友 我和老婆之间 确实没有爱情 如果有某种关系的话 我感觉是 友情加亲情 我和老婆 是一起长大的发小 彼此了解信任 也都在各自的感情里 有过创伤 结婚之后 我坦白地自己 因恋爱失败 差点自杀的过往 我问她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幼稚 不曾想老婆却说 没有 我心疼你 顿时 我觉得一股暖流 涌上心头 老婆后来反问我 你为什么决定娶我 我直言道 除了你 我不会再信任任何人 老婆听完哭了 她满怀愧疚地说 我可能不会爱你 我帮老婆擦完眼泪 紧紧抱住了她 我知道 但爱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有比爱情 更可靠的信任和理解 有对彼此和家人的足够用心 同样过得踏实而满足 分享者D 一名网友 没有爱情的婚姻 未必是不成功的 或许 搭伙过日子 才是婚姻的真谛 三十岁时 我和老公经熟人介绍 匆匆结了婚 我们在不同城市 有各自热爱的工作 见面时间很少 每次约定好老家 老公都会提前 买好送长辈的礼物 没有让我操心过 我是老师 有时早上上网课 来不及吃饭 老公会迷迷糊糊 跟着起床 为我准备早餐 每逢各种节日 老公虽没有买过浪漫的礼物 但红包从不缺席 当然老公的用心 我也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因为有鼻炎 受不了油烟 父母从不让我进厨房 但婚后 我还是会戴着口罩 跟妈妈学做饭 偶尔给他做的家常便饭 我们之间 或许没有刻骨铭心的热恋 但有平静柔和的陪伴 也很幸福 《幸福的婚姻》 一书中说 爱情不是婚姻的全部内容 矛盾不是婚姻的唯一主题 婚姻不是非黑即白 没有爱情的浪漫 也可以很动人 无论和谁结婚 无论爱与不爱 好的婚姻都离不开经营 放下对爱的执念 真诚相待眼前人 日子才能过得有滋有味 陪伴在身旁的人 才最值得深爱 曾看过一段催人泪下的视频 久久不能忘怀 一位77岁的奶奶 面向镜头 意味深长地 对年轻时的自己说 23岁的孝子啊 当你听到他说 下辈子我们也要在一起时 这次你一定要记得回答他 好 最后奶奶深深居了一躬 再次叮嘱道 拜托了 话语刚落 奶奶就哭成了泪人 她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 这位奶奶叫江头孝子 23岁时 孝子听从父母之命 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丈夫 尽管丈夫高大帅气 但和孝子理想伴侣并不一样 她一直很排斥 婚后 丈夫对孝子宠爱有加 满怀柔情地对孝子说 下辈子我们也要在一起哦 孝子一脸嫌弃回应道 我才不要呢 孝子就这样 不甘不愿 跟丈夫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四十多年后的一个清晨 丈夫出门散步时 突发心脏病 再也没能回来 孝子回想起 丈夫的点点滴滴 这才恍然意识到 原来 自己在朝夕相处间 早已爱上了丈夫 孝子既内疚又懊悔 每天都会在佛前诵经 给丈夫唱起经典日语歌 我依然爱着你 我依然爱你 比以往更深 我依然会喜欢上你 发自内心 我们时常以为 只有痛彻心扉的爱恋 只有理想完美的伴侣 才是婚姻的最好选择 殊不知 真爱可遇不可求 眼前人 就是最佳人 莎士比亚说 最甜的蜜糖 可以是味觉麻木 不太热烈的爱情 才能维持久远 梦中情人 未必能陪你到老 风花雪月 未必能温暖余生 婚姻中的感情 是无声的 是温和的 揉进了 每个日常的琐碎里 甚至还未来得及察觉 她就化作春雨般 悄然滋润着你的心田 比起所谓的爱恋 无怨无悔看你笑 陪你哭的伴侣 才是最值得深爱的人 作家张晓贤说 我们都曾经渴望 爱情是一场盛宴 最后想要的是 一家子的寻常晚饭 每个人都期盼 与相爱之人浪漫到老 可现实是 无论与谁作伴 都要回归到烟火日常 任什么真爱无价 任什么灵魂契合 终究不敌 相依相靠 走过平淡岁月 粗利的生活之下 有人知冷暖 有人懂悲欢 方为幸福 往后余生 愿你与一人 波澜不惊 走到白发苍苍 把每个日子 过得温暖 发光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这里是诗殿读书 我是向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